北半球夏天热浪来袭 中国大陆持续了一个月的高温 有71个气象站都写下最高气温的历史记录 其中河北、云南最高温已经来到44度 台湾梅雨季后也是持续高温不断 新北市消防局表示 新北市最近两周就有9人因高温中暑送医急救 而这样的高温气候将会延续到下周 根据气象局网站预报 本周最高温36度 下周可能会来到37度 体感高温在下周一可能会直接飙到44度 提起民众务必防范高温 还是呼吁民众温度来到36度以上 应该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室内要保持通风、凉爽 老人与小孩则要远离高温环境 记住防热伤害三宝 保持凉爽、保持喝水、保持警觉 还有防热伤害的五样装备 太阳眼镜、宽边帽 透气衣物、水瓶、擦防晒乳 遇上一次热伤害的症状 则记得急救五步骤 阴凉、脱衣、散热、喝水与送医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